大家好 我是让你学习英文 想要谢谢小琪老师 今天要上什么呢 今天要买MAS送很多 意思就是说MAS你都知道是必须 但是在后面加上一点小东西 你就有很多的意思 而且非常好近 比如说MAS加上C 它变成名词了 所以字面上来说就是必须看 一个必须看的东西是名词 就说The movie is not a must 那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看啊 不需要你剩下钱 下一个A must have 必备 一定要有的 所以叫必备 The wine scarf is this season's must have 这一季必备单品就是白维巾啊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中文可能会在想必备单品 但是在英文就是这样讲 而且它的翻译是这样的翻 所以你要记得 在学到一个单字或句型的时候 你要把它翻成你会讲话 要不然你会永远觉得 你学到的东西都用不得到 因为你都没有把它做个连结 等于说一种格式化的感觉 变成你不会用的东西 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都只要只备一个必备品 你要把它想成你可能会讲 像我可能搞不好就变成必备单品 就是这样子 下一个Must read 当然就是必读的喔 Must find 必买的啦 Mustache 必痛吗 因为你会说 老师我知道这个字叫 Egg 叫痛 那叫一定要痛的吗 不是耶 这个是那个男生的八字 他叫Mustache 所以有时候真的有用去表情 好不这样子 好不这样子 为了吗 就是要好不好 你知道戏 也是